你刚刚讲说这个挑战9859还有这个法人是观察的指标之外呢 那最近不管是这个iPhone6的话题还是四直行机大战 这暑假期间哪些类股比较吃香 暑假当然消暑的概念股就像刚刚提到的 手机联络啊出去吃喝玩乐啊 这些都是属于消暑概念股 那这个消暑概念股的部分里面 通讯的还有包括这个像观光饭店啊 那甚至在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电器啊 这个跟这个冷气机有相关的部分 那如果要以这个手机再切割次产业的话 像光学今天股王大力光继续向上冲高 光学元件的部分里面像金国光啊 甚至还有看到联谊光啊 这一类型的一个光学股啊 也都是大家聚焦的重点 那红海这个超级大战战战舰队里面 其中也有一档这个5234的以胜 当然也是大家聚焦的一个重点 那半半导体族群里面 大家也都聚焦台积电往上做一个冲高 尤其是伯格里的部分可以含到了170 那这个部分里面对于整个 从金月代工封装测试到 进一步的再往上游走到这个IC设计的部分 都是大家聚焦的 那如果往旁边来扩散的话 像半导体当中的一个记忆体 这一个产品的区块里面 华雅客又是视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如果说以整个七月份七月下旬 除了这个消暑的概念 像这种餐展概念股的部分 生技展机器人展 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像生技展当中大家会聚焦的一些 这个医药通路的大家 或者是在新药的安城药的部分 也成为大家具体的一个最终的关键指标 那我们相信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说如果大盘只是一支独秀 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往上攻高的时候 可能只是金金奖 可是我们看到反过来看 这个族群性这么样的丰富 似乎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当然这也代表着指数 有机会进入下一个里程碑 好的 非常谢谢分析师 这个消暑概念股跟生技股提供给大家 这个消暑概念股提供给大家